产生一個創作最初的想法 然後我去歸納這些過程的時候 很有趣就是我通常是在移動的狀態 搭在巴黎地鐵上面的時候 就想到遠方的台灣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有什麼故事 然後可能地鐵到站 不是有人突然答應我 然後我又回到這個時空 我覺得在移動這種狀態是很有趣 因為它可以在不同的時空當中切換 2011年到2015年這段時間是在美國念書 我覺得也是給我一個機會去回顧自己生長的地方 那我覺得這個回顧是帶有一點距離的 因為你不在那個時空的當下 反而好像可以讓我 從一個更遠的角度去看 所有在這個島上發生的事情 我自己感興趣的主題應該是跟歷史怎麼樣被詮釋有關 就是在不同的殖民之下 一個島嶼的歷史好像是一直被重寫 然後一直在改變它的命運跟改變它的過去 那我就會開始對這中間人附於一個地方的敘事產生興趣 我這一次在做的作品也是 因為一直在回應這個觀點 那同時也是一直在繼續探索一個地方一個空間 或是一座島嶼 它的敘事是如何一直處在一個變動狀態 一開始我是發現一本書 它是一個十八世紀的法國人寫的 這個法國人他假裝自己是土生土長的福爾摩沙人 後來來到了歐洲 然後他寫了一本關於福爾摩沙島的民族誌 剛開始的時候歐洲人都相信他寫的這些東西是真的 可能他唬爛的功力還蠻強的 那加上那時候歐洲對於遠東有一種異國想像 所以大家看到裡面的那種千奇百怪的民俗啊 或是儀式就是驚為天人 十幾年之後這個謊言才被踢爆 就是說這個人完全是憑空寫了一本關於台灣的民族誌 他從來沒有去過島嶼 他當然也不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 那我的方式就是我把書中幾個比較有趣的點列出來 關於這個島的地理是什麼 關於這個島的歷史 那關於這個島有什麼樣的民俗文化 宗教信仰 然後去找不同的藝術家 或是這邊不同的民眾 來看他們對於這些虛構的事實有什麼樣的反應 這個藝術家他是從塞爾維亞來的 我們之前其實也有聊塞爾維亞跟台灣的歷史是什麼 那發現說其實兩個地方有些是命運是蠻像的 就是我們知道南斯拉夫是經歷了無處次的內戰 然後革命 那甚至到現在還是一直處於政治上非常動盪不安的狀態 有趣的地方就是說 雖然他好像在回應我這個虛構的福爾摩沙島 但某些層面還是把自己的 對於自己國家或是對於自己家鄉的想法放在裡面 但人們會在地圖上歷史上歷史嗎 對 我覺得來到巴黎駐村 有趣的地方就是 在駐村的地方就遇到世界各地 不同地方來的藝術家 那他們聽到這個 聽到我要做這個作品的想法的時候 他們丟出來的東西也會非常不一樣 而且是從他們的文化上面的觀點出發的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蠻有趣 然後有機的一個創作過程 它就像一個旅程 那這個旅程可能會帶我到一個 我自己也不太知道的地方 但我覺得這個過程很有趣 飛上面 那一部會有機會 對 我們到處理